那雲龍 通常你會建議怎麼辦 好 我會建議在這種忽然增加的勞動 的前或者是後 一定要做肌腱跟肌腱的滑動的動作 還有肌腱跟骨頭之間滑動的動作 甚至於跟腱鞘之間的滑動 所以就是要做動作來滑動它 也就是先暖身 然後做完之後的收操也做同一套 對 都做同一套 五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要把手打開 然後握拳打開 做六到八次 OK 第二個是半握拳 是這樣子 這樣子 剛才握拳不是手指頭收進去 不要收 不要收喔 對 不要收 就是握起來但是不收指頭 這樣子 沒有 你有收指頭 要把它變平的 變平的 所以要往下一點 往下壓 打開大拇指再點小指頭的根部 對 然後打開 壓 來做六到八次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就是做肌腱的滑動 避免媽媽手 就是要做肌腱的滑動 第三個要做喝嘴 打開 做喝嘴 打開 往後仰 然後喝嘴 對 做喝嘴的動作 手指頭抓起來 再來做抱拳的動作 等一下 等一下 喝嘴還要往後仰 往後 因為要做全關節角度 盡量打開 然後再勾起來 這樣的動作都是在做暖身 以及在做伸展 OK 來 接下來要做抱拳 這樣 抱拳 指頭的滑動就好了 對 抱掌 對不對 抱掌 來 接著做烏龍細水 這個動作要動到大手腕 首先向下 然後往上一節一節捲起來 然後再反過來 指尖相對 再往個花 對 再回到原來的位置 所以就是做往花的動作 這叫烏龍細水 就好像在腳 動一池春水的意思 所以這個動作做完之後 你就發現手指頭有 比較輕鬆的感覺 來 你再教大家一次 因為總共五個動作 五個動作 好 來 握拳 握拳 打開 這個是最簡單的 對 最簡單的 大概每一個做幾次啊 六到八次 看個人的 不用做太多 來 半握拳 半握拳 這樣 大拇指點小指 對 半握拳 大拇指點根部 那如果在做的同時 就已經痛的人呢 就做小一點或慢一點 輕一點 但還是要慢慢增加角度 還是得做 對 然後手打開 賀爪 第三個是賀爪 賀嘴 往後緊 賀爪 對 賀嘴 好 做一下這個動作 然後再來抱拳 抱掌 對 抱掌 好 再來 手打開 往花 做烏龍細水 對 就是當做一個遊戲 但是你很少會很大範圍 去做這些手掌 手指的動作 好 那雲龍 這個是在手腕上面 剛剛提到說我們手肘 其實你在動手的過程當中 其實手肘也是會痛的 是的 那有什麼好方法 好 其實手肘周圍的按摩 還有動態的伸展很重要 所以我鼓勵大家 可以用這樣子的那種小球 然後握法就是這樣 把它捏起來 就像這樣 那剛才醫生講的那些肩膀的穴道 其實也是可以壓下去之後 做扭轉的 做活動的 都可以 所以在手肘上 像剛才講的這個穴道 在這些地方 你就可以壓住它 然後手腕做活動 這是剛好也是大圍要講穴位 對 這個叫做曲磁穴 曲磁穴 對 它剛好是我們手肘這邊 非常多肌肉的這種交界處 所以手肘的 因為手肘的問題 都是跟上下游有關 所以你就在這個周圍的地方 你壓著 當然你可以做扭轉 對不對 然後做按摩 加上手腕的活動做握拳 這些都是可以在這裡 讓它滑動的更好 所以我會介紹就是說 其實家裡如果有一些這種 按摩的工具 就可以像這樣子 然後就有點像重量壓進去 然後做活動 做屈伸 做滾動 你這個按摩就 抱歉 這個按摩就 比較不需要人家來幫你 其實像這個動作去按都可以 OK 當然還有一些動作是 你可能要在大範圍的 再找到肩膀的部分 所以你可能要做這種大範圍的環繞 大範圍的環繞 大範圍的環繞 我們叫蠶頭裹腦的動作 這些動作其實也幫助肌肉的 大範圍的伸展 然後還有一個動作是 大拇指拿出來 拖挺雙肘 把手肘收進來 往內向外打開 說自己好棒棒 對 然後再伸直 再伸直 對 然後再收回來 再反向往兩側打開 這個有點卡住 往內往內 繼續向外向外 對 你有旋轉 所以在做這種大範圍的 這種動態的活動 所以你會做完手肘 會覺得比較舒服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 就是稍微幫自己按摩過 然後再來做這種大範圍的 手肘的動作 就可以預防手肘周圍的牢損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